今天热,今天又累,现在我们的砖已经搬完了,现在都装上车了,我们的猴灵岛又开始,我们要把这一片肥料的土全部都推到他后院去,今天天气阴,猴灵岛开始来关怀了,你看,又是香蕉,又是水,看见没有,其实猴灵岛现在需要休息了,这也是我们的常态,经常坐在人台阶上开始, Water time,今天挺好,今天没下雨就挺好,今天大家好像是奇奇怪怪的发现,没有巨树的声音,也没有拿出巨来,今天我们主要是铲锹跟车,于公于衫,这才是名副其实的,小车不倒直管推,跟着猴董事长的脚步走,没任何坏手,这是我们今天干活的程序, 看这个院,这个后院,这都是猴董事长的胜利果实,今天关键是2号,何大哥没来,没来,我们哥俩干什么三个,累了,再看看这小院,砖头已经搬完了,纯搬砖的事儿,完事儿,就是推土,把这个小院给填满, 这后面要植草,永远闲不住的猴董事长,猴嫂千叮零万嘱咐,不让把垃圾拿回来,大家可能没看着远处那一车,今天拉了一车,不算是垃圾,也算是垃圾,反正不是金砖,也不是银砖,拉回来的都是水泥砖, 梯子,这是猴哥经常观望,外头那个火车的,今天的活,把一车砖头给拉回来了, 我到这儿,把我来细在这儿,你瞅着吗,我可以钻细在这儿,OK,OK,OK,这一车,是猴哥今天的收获,实际上也是,刚才人家不要的, 这些砖头,猴哥当宝贝一样,又给收起来了,然后车要倒过来,然后要卸在这个位置,现在倒车咯,走,再倒,倒,倒,走,走,走,再倒,再倒,再倒,再走点,再走点,再走,再走两米,这点砖头,猴哥讲话有两天多斤, 这是今天上午,我们老哥俩,一个多小时都站过,看我们郑哥落得钻怎么样,哎呀,落得好啊,郑哥这钻气的,别玩这一套,老郑今天干活了,干得好, 现在上午,我们也就出了好几起汗了,今天阿玛哥来干活,那老河大哥腰疼不来了,干不动了, 好好落,一会儿还有一双呢, 卧槽,我一听心都软了, 那我们哥俩干你的十重饭,